蔣灣第一個後援會據點已經成立 就在士林區的中正路上 那這裡的裝潢已經完成了近八成 可以看到門口這邊還有個大大的蔣灣Logo 全部都採藍白色調是走簡約風格 蔣灣士林區後援會據點做最後籌備 預計18號人員正式進駐 因為市北區是蔣灣民調弱區 後援會據點率先成立 積極搶票 會長更找來士林地方大佬 郭元毅家族成員郭明清擔任 郭明清不只是郭元毅家族第五代 擔任過全球郭市中卿會理事長 士林健康促進協會理事長 經營的百成企業更被封為五金代理霸主 蔣灣看重地方雄厚實力 親自拜會 爭取支持 而確實這個地方需要加強 那當然也需要借助我們地方人士 藍營疾找地方大佬部族蔣灣若區 市林區由郭明清擔任後援會長 內湖區後援會長是知名天明製藥公司負責人 王伯倫 至於中正區黨部主委黃呂錦茹 屬意臺灣省城隍廟前董坐占領權 蔣灣安過去常被詬病不接地氣 不僅靠各區後援會長拉抬選情 更積極走訪基層 近一週就參拜四間宮廟 與地方里長接觸也很頻繁 據瞭解下一步更鎖定搶攻偏綠的 大同區商圈票員 蔣灣安專攻自己若區 先強化組織站 三日六安 近日上海中 太平道